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不知道我們的觀眾朋友 日常生活手上 是不是家裡都有 這一個農民力好朋友呢 這個很多觀眾朋友 婆婆媽媽或者阿公 阿嬤 阿伯 這個比方說婚商喜慶的時候 要翻一下農民力 比方說要搬家 要給儲的時候 要看一下日子好不好 然後更妙的是 各式各樣的農民力 背後一定有這一張圖表 這個圖表叫做 食物相克 中毒 突解 你會發現 很多農民力的傳說 看起來很妙 某一些農民力的說法 好像跟西方的這個正統的營養 或者醫學 好像也不大一致 那今天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待會就要來破解農民力的謠言 跟這個網路的謠言 好 今天陪我們一起錄影的 有七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侯翔醫生 女官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 侯淑青 官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倫醫生 各位大家好 再來是醫生好朋友 田之學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陳志瑩主廚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蔡萬利師傅 大家好 我先問一下太醫 太醫你會不會看這一個 每個農民力背後 都有一個食物相克圖 我先解釋一下 其實像那個食物相克圖 現代人 因為我們醫學太發達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笑一笑 參考就好了 因為這裡面科學根據 是略低了一點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每次到11月 去到日本的山區 到處天上 那個樹上都掛滿了紅柿子 對不對 這紅柿子配燒酒 和清酒燒皺 倒也不為過 但是因為柿子本身柔酸很高 再上如果說你的身體 你不要用相克 你用寒熱食物 你身體現在是屬於 比較良性的時候 你喝了燒酒 又吃柿子比較涼的時候 你有烙曬 不然就肚子有瘴氣 你就說有毒有毒 什麼都有毒 我覺得中國人古代 一個可能是過熱 一個過寒 對 他很怕痛這東西 他就說非常有毒 所以事實上是寒熱觀 你不要把寒性熱性 全部喇叭 會像吃buffet這樣子吃就好 除了我們會恥笑說 古代人這個好好笑 這樣吃怎麼會中毒 可是他們只能當年去觀察 在當年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他們吃的東西 包括新鮮程度 或他們能夠擁有的東西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會有一些錯誤 可是你會發現現代人 科技這麼發達 錯誤也滿多的 常常就累積在一些很奇怪 比如說第一種就是 你會莫名其妙收到一種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的謠言 有一陣子大家看那個 在吃飯拿棉喜快 都會拿起來仔細端詳 看他上面有幾圈 他們就說上面有幾輪 就表示他用過幾次 要你無言 可能一輪一輪開 就是說你有時候通常不知道 到底誰這麼有閒去捏造 就是會一直傳 那第二款就是 好像有這麼一回回事 但他們又自己把它略加改造 我們上次做一集 雞蛋加鹽不會毒死 播完網友還是私訊來 我真的看到雞蛋加鹽 會毒的報導 真的 播完我們的私訊 我們的觀眾 我們的網友說 你們真的讓我很困擾 雞蛋真的可以加鹽字 真的可以 當你看到那個報導的時候 對 第二款就是 它有一些其實是 它那個報導 它會是叫做移花接木型的 就是說你會看到 可能你會發現 它可能是一些新聞被改寫 然後一些我們叫做農場文 所以它可能沒有一定的記者居民 它也不知道是哪個媒體來的 這一款 比如說有一陣子 大家就想說 哎呦 你要特別注意 你去買那個麵包的時候 小心會買到那個 雞改小麥做的麵包 我剛才當時看到那個新聞 我想說雞改小麥 你知道雞改小麥 不只台灣沒有 在國際間你要買到雞改小麥 都很麻煩 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沒有 商業化量產的基因改造小麥 所以現在的麵粉 你根本不用擔心 它有雞改的問題 因為沒有雞改小麥這件事情上市 但是你會到處 大家都傳的那個 第三件事就是說 他們很厲害 比如說它會 你會看一個廣告 有一個流傳的影片 它怎樣說 你還敢吃日本的食物嗎 你看它們那個地方的物種 都已經因為輻射變成這樣 然後那個影片還附射很多 比如說有三個頭的 這個有兩個頭的那個 然後說哇 那動物在那裡都變成這樣 那日本食物能吃嗎 通常那個變形的動物 來自於兩種 第一個有時候是其他地方的 突然間伸出兩個頭的東西 都會有一些新聞 它就把那個夾雜過了 移化結木 對 那第二個就是 有時候是真的可能 當地的一些變形的物種 可是當地是那種已經 整個都被圈起來 禁止耕種的地區 根本也不會有那個地方的食物到這裡 但他們就很聰明 就把它移化結木來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眼見為憑 因為你眼見的這些新聞報導 或什麼 有時候它其實是這個 甚至有些過度解讀 就是說我告訴你 流魚跟那個香腸 千萬不要在一起吃了 因為這兩個人他們在一起會有牙硝胺 牙硝胺就製毒 我很想跟他講 我以前在化學實驗室的時候 就是期待他們兩個反應 他們都不反應 你還以為到你的肚子突然間就反應了 所以需要量 需要輔酶 需要醋酶 所以它就過度解讀 我覺得A加B就一定流魚AB 其實有時候他們兩個根本就無緣 不會在一起 真的 那我們今天要破解好幾個農民力的謠言 第一個長在這裡 給鏡頭特寫一下 這個是說牛肉跟韭菜加起來是毒 解藥叫做忍乳 忍乳應該是母乳 和死滋 我不能想像死滋母乳 但是我問一下周太醫 牛肉跟韭菜可不可以活著吃 絕對可以的 但是你要看到 你剛才說時空背景 和人的一個體質是 我們講寒熱體質 當你如果是有胃酸逆流 胃食道逆流 你是一個非常燥熱的時候 你連吃韭菜都有問題 你怎麼樣去吃韭菜加牛肉 因為牛肉本身是一個比較溫性的 然後韭菜是比較心溫大熱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的知道是 什麼牛乳死滋啊 忍乳 忍乳 太恐怖 你就是喝點甘蔗汁啦 或是一些杏仁茶啦 或是一些果汁 就可以不用吃到忍乳了 真的 那接下來阿芳老師要分享 牛肉不但可以跟這個韭菜搭在一起 而且阿芳老師有新搭法 對不對 我們的企劃丟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說 餐廳裡面沒有最有名的 就是酒黃炒牛肉 對 這有根據 然後它這個字 它寫酒 它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五星裡面 還有那個就是橋頭那一類的 我給它仔細看了之後 應該也是新溫的東西 都包含在這一類 但是我想說餐廳大家都在賣 我也在炒 那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今天就炒一個 我用酒黃 我一直想說 酒黃藝人炒牛肉 綠色的韭菜是起洋草 對不對 所以剛剛周醫師說 是熱性的 熱性 那我們就找一個軟的 不重要的韭菜就是韭黃 所以我今天就用韭黃 然後牛肉在這邊 會不會是牛肉跟韭菜吃的 會出人命 對 不然等會有這樣 起洋到 除了命 懷孕了就會分泌無力 但是因為有抓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牛肉也是比較養補的那種 補養的食材 然後它也是比較旺氣的 韭菜是比較旺氣的 那我就想說 那就不要死隻 我拿不到死隻 可是我想了一個 我們可以很合理的搭配 家裡面我都會煮熟的藝人 藝人是良性的食材 而且我覺得搭配在一起 它口感又豐富又好吃 我今天就炒這個韭黃炒牛肉 好 那我們來破解農民力 待會吃給大家看 真的不會毒發生亡 好 然後現在我在這裡面 我們先加 我牛肉要先醃 我放一點香油 芝麻 牛肉 牛肉片 一般的台灣牛 對 我剛剛現切的 然後再來放一點點的醬油 醬油 那一點點的醬油 香油 醬油 對 我先 那再問一下 台灣人有一些人不吃牛肉 不吃牛肉的這一道料理 可不可以改成豬肉 可以 你可以用小禮雞肉 它的結地組織也很軟 然後你可以切成肉條 對 基本上豬肉或者是牛肉 我們要它嫩的話 你就逆紋 好 剛剛加了一點粉 這個是 太白粉 對 我們就不需要什麼醃什麼嫩筋之類的 沒有 然後我今天就把牛肉醃好 等會兒來炒 那酒黃有一個部分 就是它要炒得好吃 前置作業 你一定要洗乾淨之後 那個尾燒油 那個有時候會黃黃的老掉的 比較粗的纖維挑掉 對 然後洗完之後 務必把它攤開 吹風晾乾 如果帶水的酒黃來炒 怎麼炒都不會 都不會是好吃的 都不會好吃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很乾爽 很乾爽 對 好 然後現在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肉都醃好了 那這個薏仁是事先蒸煮過的 對 像在家裡面薏仁煮熟了 我們節目上 我們用到薏仁的次數也滿多的 那媽媽你可以把薏仁泡透了 放在鍋子裡面加水煮 然後基本上有湯水的加薏仁 加點冰糖可以是甜品 然後有的薏仁你可以撈乾的 比如說你煮飯的時候 可以放在上面 那這個吃起來有特別的風味 那我今天是拿來做炒菜的食材 那我們今天在那個鍋子 現在要來炒的是酒黃薏仁牛肉 對 好 然後我現在 因為我今天的牛肉份量 還滿多的 對 所以我稍微放多一點點 而且今天的部位是沒有那麼油的 所以我們要放一點油來炒 對 台灣牛肉是不是一般來講 傳統市場也不見得煤攤都有 一般如果大一點的市場 它會有那個牛肉的牛肉片 對 好 所以我們先炒的是肉片 今天還要準備的 還有薑絲蒜末 對 好 看到我先把牛肉放下來 對 把它炒開 在鍋子裡面翻撥 那它因為都沒有油脂 只有靠你鍋子的油脂 適度的黏鍋那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就趕快用有力道的筷子 把它撥撥 散散 對 炒到它大概 那個紅色不見了 對 火可以關掉了 然後稍微把還沒有全熟的部分 稍微再翻兜一下 對 讓餘溫讓它熟 對 好 對現代人來講 牛肉應該要跟韭菜在一起 增加現代人需要的 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洪醫師 那我是不是 我腎臟不好就改吃素 建議大家事實上 我們要現蛋白飲食 慢性腎衰竭 你一天後 大概吃我們二分之一的蛋白質 但是還是要均衡的蛋白 不是說一定要到吃素這麼嚴格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連帶先把這個肉片 把它拿上來 然後當你又把它集中到碗裡面來的時候 事實上它有很高的餘溫 對 就可以把它們完全燜到熟 好 然後我們現在在鍋子裡面 好 放上了蒜末 放上了薑絲 好 重新開火 鍋子剩下的這些油也可以再炒 對 就炒它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的薏仁 薏仁在這個時間點也可以下來炒香 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面 我先用調味料 我把這個魚露 魚露 放一點點的酒 好 一點點的米酒 所以現在真的很快炒店了 你現在這個很像那個 牛肉攤的那種快炒 對不對 對 它熱氣出來了 然後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生蔥熟蒜 酒黃半生熟 對 就是剛好到熟的那個 臨界點的韭菜是最好吃的 過頭了 它的那個太軟了 水分跑出來的時候 就不夠好吃 所以你有看到 我充分的在把那個薏仁炒熱 為什麼 因為我等會兒要藉由那個薏仁的熱度 把我們的酒黃 把它快快的碰熟 好 所以這一大碗的酒黃下去 也是一樣快速的拌炒的 對 所以你要讓那個薏仁在這裡 幫酒黃加溫 加溫 對 那這樣酒黃加溫可以更快 對 然後薏仁也有收芡的作用 就不用再沖粉 我們現在全程都是大火 對 因為快 快 好 然後再來牛肉拌進來 它的水分就有了 對 然後肉汁也會直接拌勻 我們的酒黃跟剛剛的薏仁 對 好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拌一拌 快炒了 這盤要幾百 這盤要300 這鍋至少300 好了 大鍋 上桌了 那我們就要來上菜 我覺得阿芳好吃 阿芳快炒店這個真的很強 因為傳統的一些 什麼酒黃牛肉 它可能為了讓它味道比較掛上來 可能甚至勾芡 可是它利用這個 而且很油 而且很油 可是它利用薏仁的天生 會釋出一些澱粉因子的特性 讓它就是說 它天然的就會有濃稠感 而且除了有濃稠感之外 它可以去增加口感 因為它的薏仁煮得很好 它的薏仁是那種Q中帶鬆 就是一咬下去就鬆開 可是又不會說 已經整個都暖暖在裡面 又不會硬到咬不下去 就非常好吃 而且對現代人的觀點來講 古人或許覺得 牛肉跟韭菜在一起 可能是毒 可是對現代人來講 牛肉應該要跟韭菜在一起 因為如果你單吃牛肉 對現代人來講 是紅肉太多 油脂太多 蛋白質太多 可是當我搭配了韭菜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我提升纖維量 第二個我增加現代人需要的 包括類黃銅類花青素 這些質化素 第三個我有高量的纖維值 可以幫助我怎麼樣呢 避免我因為牛肉吃太多 可能膽固醇會太高 因為我幫助一些 膽酸什麼的 從我的腸胃道 把它纖維素結合 把它排出去 所以你看它減少 牛肉造成的風險 然後讓牛肉吃起來更健康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阿芳姐選的牛肉 是非常好的 要用本土牛肉 可是有些人可能想說 牛肉就是要吃的 沒什麼吃再嫩對不對 那全體是什麼 全體是你的牛肉 必須是不是重組的 品質很好 如果你想一般 怎麼牛肉火鍋 肉片長的每一片 都一樣大的 有一些它可能是經過重組 那期間可能有一些 因為重組的過程中 有一些食物的生物風險 它可能有一些細菌的 污染的風險會變大 所以這個時候要吃全熟 就不要再吃生的 那無論如何像我們這樣炒到嫩 剛剛好熟又剛剛好嫩 就是最理想的 但是要有功夫 但是一般如果用這樣配方 應該會好吃的 是 其實我剛剛在講說 酒黃搭牛肉 為什麼不行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們在古代的時候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吃一些很油膩的東西 他們可能吃五穀雜糧而已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 你如果吃素 突然吃到一些油的東西 你馬上會肚子不舒服 那我覺得他們的腸胃道 事實上習慣於這些 五穀雜糧類的 那你突然吃了一些牛肉類 那加上我們講酒黃的刺激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上腸胃道不舒服 那為什麼他 我要講他的解藥叫做母乳 加上那個死滋 母乳其實我們在 譬如說胃潰瘍初血 我們在禁食一段時間之後 要開始讓他禁食 我們會喝兩個東西 一個叫胃乳液 那一個叫做牛奶 那我覺得母乳事實上是 對我們胃黏膜來講 是一個很溫和的 一個保護的東西 那死滋或許是他的鹼 就是說他比較 我們胃酸很不舒服的時候 他給他就類似我們的很多 脂酸劑這一類的 所以或許是他們發現 這個這是我自己想法 那我要破解一個 其實我們的 可是你剛剛吃了之後 覺得可以好好破解 為什麼好吃 因為我本來我的胃 我們就習慣吃肉 我們現在也吃得太幸福了 所以我們對這些其實小case 可是你如果去吃烤肉吃到飽 有時候回去也會不太舒服 這個我覺得是他習慣 常常在我們洗腎 就是慢性腎衰竭 因為我們要現蛋白 現蛋白之後 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洪醫師那我是不是 我腎臟不好就改吃素 我臨床上的確是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案例 他腎功能不好 已經還沒有到洗腎 慢性腎衰竭 已經到第四期了 剛開始我們就叫現蛋白 現蛋白之後他就什麼肉都 因為他的確發現 他一現蛋白之後 他的尿毒素就下降了 下降之後 他就平常就很少吃肉 吃蛋白之類的 可是有一次他的媽媽 帶他去廟裡找師傅 那些師傅跟他說 你洗腎可能是有一些 夜障之類的 最好是 這個很多腎友 很多腎友都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 為什麼要受這個折磨 這是真的滿多的 然後他們就會講說 要吃素才能消夜障 剛好我又不吃蛋白質 我就吃素 可是吃完之後 因為他也算有概念 他知道豆類什麼那個 我跟他講說很多的豆類 一些加工的什麼素激素 那個是對腎臟也不好 所以他大部分都吃葉菜類 葉菜類吃久之後 幾個問題跑出來 有一天他來 他整個肌肉沒力 那個叫假離子過高 因為葉菜類講 第二個他貧血會比較嚴重 因為那個我們講蔬菜類 鐵離子等等那個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事實上我們要現蛋白飲食 慢性腎衰竭 你一天大概吃我們2分之1的蛋白質 但是還是要均衡的蛋白 不是說一定要到吃素這麼嚴格 那牛肉其實就是 大家可以看那些 比較高大族群的國家 他們其實都是 主要的肉食都是牛肉 因為牛肉真的是個 蠻營養的東西 但是他就是吃的時候 咬小鮮處 像蟲煮肉片之外 他的新鮮也很重要 那有一個很愛吃牛肉的 一個年輕人 結果他去了日本之後 吃到他們那個 更高級的那個 生牛肉 生牛肉 對 他愛上了那個味道 所以他回來台灣的時候 自己DIY 結果 就這樣吃了幾個月之後 他開始 就覺得人越來越瘦 可是肚子越來越大 而且會小 本來剛開始還有拉肚子跟吐 後來連拉肚子跟吐都沒有 就是脹到痛這樣 後來我們就來到急診室 就幫他做個檢查 那就先從他的肛門口 挖一點大便充去化驗 結果化驗出來 我才把手指拉出來 我以為他那個消化不好 因為有一個像麵條的東西跟他的 真不好意思 他在吃東西 像麵條的東西出來 可是我以為是麵條 但是他在動 對 然後他的大便送去化驗之後 發現有蟲卵 寄生蟲 寄生蟲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給他吃了 確定是蟲卵 所以就給他吃了打蟲藥 那他就讓他在那邊拉肚子 結果拉了一整鍋的麵這樣子 哇 所以大家在吃 你看急診室醫生多偉大 我們用想像的都覺得 男女接受那個畫面 醫生要處理 對 我還要聞 而且我還要鼓勵他說 加油 你一定要大出來 對 然後出來就是像一鍋大湯麵這樣 對 那他就是太愛生食 但是大家知道說 其實不是只有生的肉 其實像我們身體各個器官 其實到處都有寄生蟲 只是它有沒有讓你發病而已 那牛肉最常見的天生蟲 就是牛肉掏蟲 所以吃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所以生食真的會有寄生蟲 各式各樣的感染的風險跟危險 是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 有寄生蟲的問題 因為他們喜歡吃生的 對 他們很多東西都喜歡生的 沒錯 像我們在實驗室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他就叫我們說 來 這是我剛剛在菜市場買的魚 他把肚子一劃開 叫我們挑那個寄生蟲 挑不完 但是我們挑完了之後 他說好了嗎 這堂課結束 這個我要帶回家 這可以煮 還是可以吃 所以煮熟了就沒有問題了 熟食就OK了 所以大家對食材沒有把握 千萬不要貿然的長期大量生食 好 那接下來農民力 另外還有幾個也要破解一下 像這個 這個說呢 如果把金瓜 金瓜就是南瓜 加上蝦子就等於是荔 荔極的荔 先問一下太醫 中醫是怎麼解釋這個荔 其實荔跟下荔或拉肚子拉的藥 我死其實不太一樣 荔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在廁所 沒有 有一個人在廁所上 就是比方他吃了減肥藥之後 或吃了一些拉肚子的藥 事實上一開始他下面肛門是閉塞住的 可是他腸子一直蠕動加快 所以你會發現在女廁所常常聽到 有人上廁所聲音非常大聲 是屁語變齊發那種感覺 那就是力證 就是他的聲音很聲響很大 你一定要跟提示比對不對 不是 我是說舉例 舉例就是他的聲音很大的一個 這是中醫講的力 對 就是他的腸胃的蠕動太快造成 那大部分來說 我們還是以細菌性的為主 那為什麼講南瓜跟蝦呢 主要是南瓜煮熟沒有問題 主要是生南瓜裡面的柔酸質和草酸 對 他因為沒有去醃過 把它軟化了 或是沒有用鹽或糖醃過 或是他沒有煮熟煮得很爛 變南瓜濃湯之後 他加上蝦子 那蝦子本身的蛋白質太高了 所以它產生一個相對性的化學反應 才會造成腸胃比較虛弱的人 那大部分耗發是在女生 和一些比較瘦弱的男生 比較容易常見到的 所以南瓜跟蝦子是可以搭在一起吃的嘛 是 對 那接下來我們志銀主廚就要分享一個 南洋風的南瓜會鮮蝦 好 而且這個也是夏天 很容易有這個跟著一起做的這個烹調 是 沒錯 因為其實南瓜現在是一個產季 那南瓜它其實大部分我們做成濃湯 你喝的時候有點膩 對 那你搭了那麼多食材 其實那個膩膩的口感是不會被消除掉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的辣進去 這個是什麼辣 這個是那個紅咖哩的辣 所以這個是一般市面上超級市場 你都買得到那種紅咖哩醬 這個是東南亞風味的紅咖哩醬 是 沒錯 加一點點紅咖哩進去整個的風味 等一下跟蝦子搭起來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 那我們主廚今天準備的就是南瓜 那還有這個菇 那還有洋蔥 紅蘿蔔 夏天這一個是菠菜嗎 這個是那個黃公菜 黃公菜 黃公菜也很營養 是 那黃公菜其實像我會把它搭進去的原因 是因為黃公菜 如果你用其他的醬汁把它包覆住 黃公菜會變很好吃 單炒的時候有很多人不敢吃黃公菜 因為它的那個某種菜味還是比較重一點 沒錯 我們先爆香一下洋蔥 所以黃公菜是最後才搭配的 那主廚請教一下 你這個南瓜泥跟這個南瓜 前製作業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我全部都把它切成塊 把它洗乾淨 連皮都把它洗乾淨 切成塊之後我就直接用電鍋蒸 蒸完它就會出水 那我就會取一半出來 把它壓成泥狀 那另外一半我們就是留整塊的 所以等一下鍋子裡面會有一個 一半是拿來類似像嵌汁的 一半是可以吃到整塊的 冬天它可以穿得很少 然後那個體重還降低 它食慾是增加的 它是一個 慢性長期的壓力 最容易造成這種夾狀現抗劑 長期的假狀現抗劑 你不去理它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心臟衰竭 你知道破解的就是 它裡面還有生對不對 蝦子裡面是有機生 是不含毒的 這個是金粿米粉那種金粿 對 這是本地產的 再來我們放一點菇 對 菇把它放進來 兩種菇 那菇類的話 觀眾就可以自己搭配 對 所有的菇都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我們一樣把它拌炒 菇在台灣算平價的食材 菇在有一些地方 其實價格是滿高的 那台灣本地滿平價的 而且富含多糖體 所以大家可以多吃 是 尤其 再來就是準備紅咖哩 對 紅咖哩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紅咖哩像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我不會把它炒到很焦 對 稍微跟食材能夠混在一起 有香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因為它已經做成像是很乾的醬汁 其實不建議一直拌炒 一直拌炒之後 它其實會有那個焦味出來 對 那現在已經有那個香氣出來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點的水進來 真的 現在有紅咖哩的泰國香 那這個水不用太多 大概是食材的三分之一高度就好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南瓜 對 OK 那我們稍微把它悶一下 好 我們悶它同時 這個請教一下田醫師 我猜測古人的農民力很多禁忌 很有可能都是吃了腸胃會不舒服 對不對 那我的感覺是腸胃不舒服有很多種 很嚴重可能上吐下瀉劇烈疼痛 但是有一些搞不好只是消化不良 或者味噌噌 那你也知道古人也沒有辦法餵死到逆流 也沒有那麼多味藥可以吃啊 沒錯 所以他們可能喔 這個相對上就會認為那個是毒 或者相對對人體的負擔是比較大的 沒錯 對 那所以那個其實每次來急診的時候 如果病人說我今天拉肚子 那拉肚的定義是什麼 拉肚的定義 就是你一天拉超過三次以上 然後水水的那就算拉肚子 可是他們一定下一句就會說 我剛剛吃什麼 我前一餐吃什麼 但是其實大家要知道 其實拉肚子不等於是感染 那會讓你拉肚的東西 不一定是有感染的東西 不一定是細菌病毒 寄生蟲 有一些只是化學物質而已 或者只是譬如說廚師手上的 有一些髒東西 一些化學物質去刺激你的腸胃道而已 這樣子 所以拉肚子不等於是 急性的感染性的腸胃炎 那而且他們一定會說 上一餐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你兩個小時前吃的東西 到你兩個禮拜前吃的東西 都有可能讓你會拉肚子 那在急診的話 或是在一般的醫療 我們通常對於腹瀉 這個症狀的治療 我們不會去查它是什麼原因 除非你是從 譬如說非洲回來 東南亞回來 你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感染 不然的話不會去查 那在冬天的話 比較常見是像 譬如說病毒的感染 但是即使像諾柔 腸病毒這些病毒的感染 我們也不會特別去抓 除非你變成重症 因為它治療都是一樣 都是靠自己的抵抗力 但是如果像夏天的話 比較常見就比較多了 細菌的感染 如果說你一直拉肚子都沒有改善 然後大便裡面有濃濃的 黏黏的液體 然後有血水 然後而且拉的 你會覺得那個味道 都不太一樣的話 那你就要來醫院 那這樣子就比較可能是 感染性的細菌性的腸胃炎 這個時候治療就不一樣了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同一支細菌 譬如說在台灣跟在菲律賓 都是同一支細菌 但是水土不服 為什麼叫水土不服 你到菲律賓吃到那支細菌之後 你就拉肚子 可是你在台灣吃同一支細菌 不會讓你拉肚子 所以這個叫做 旅行者的腹瀉 治療很簡單 但是如果出國 然後拉肚子回來的病人 我們通常都會給他用 旅行者腹瀉的抗生素去治療 這樣子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這一鍋紅咖哩也燒好了 是 那剛剛我們 其實水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菇的水分又跑出來 那香氣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南瓜加進來 我們先加南瓜泥 把它平均把它鋪上去 那南瓜因為很甜 所以它也會平衡一點 紅咖哩的這個辣味 是 沒錯 沒錯 我們用意就是在這裡 讓它平衡那個辣味 然後我們再把南瓜的塊狀的 把它放上來 這樣南瓜就有兩種口感 可以吃 然後再把我們的蝦子 也把它放上來 好 對 蝦子就放在上面 有點半蒸的它的感覺 蒸熟它 而且蝦子鮮美的風味 也會進到我們湯汁裡 是 甜味也會 然後最後再把黃公菜 把它放上來 所以你要讓黃公菜 沾附這一些湯汁 是 這樣黃公菜的菜味 就會降低 是 我們先把它蒸熟 蒸熟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往下拌 那個味道就會整個 很融合在一起 通常這個樣子 大概要蒸多久 大概三分鐘 好 那蒸它同時 請教一下周太醫 南瓜性溫 基本上這個中醫覺得 夏天這個季節要養脾胃 南瓜是滿好的選擇 這太好了 它的維生素A是很高的 而且它對於一個脾胃不好 脾胃虛弱 不管小孩子和大人 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有個叫做 胡蘿蔔素色素沉澱血症 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 它很特別是 我們有個病人 他的媽媽 反正只要是媽媽都還吃南瓜 小孩子不一定要吃南瓜 所以全家的南瓜 就一顆切了以後 就媽媽一直吃 一直吃 結果他每天早上就吃完南瓜 再排毒 養生早餐 就吃了你會發現 他先從印堂發黃 不是印堂 印堂開始 沿著鼻梁邊邊毛囊 聚結的地方就開始發黃 然後你會發現 他從角質變厚的地方 比方手心 還有腳心變泛黃 那說這個人是怎樣 是黃膽嗎 不是 他是因為吃黃瓜 還有南瓜 還有芒果 對不對 還有木瓜 這些東西的話 胡蘿蔔 這些東西 他讓人是一個色素血症 就慢慢變黃 只要他開始停止吃南瓜 這種東西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提醒大家是 陳志瑩用了一個非常好的蝦子 可是蝦子現在網路上 要破解一個就是 它裡面還有蜥 對不對 就是有蜥 蜥重度怎麼辦 你要知道說 它裡面有 因為價值不同 有機身跟無機身 蝦子裡面是有機身 是不含毒的 而且即便是蝦子裡面 你要吃 你要吃跟它一樣大 50公斤以上一天 才有可能會生中毒 你有可能吃這麼大一個 這麼多的50公斤蝦嗎 所以不太可能 他說他48公斤 冒犯了 冒犯了 48 對 冒犯了 對 就48公斤 要吃48公斤蝦 才可能生中毒 所以這個網路上的 也是不用去相信 它有機身中毒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鍋 所以我們蒸了三 四分鐘之後 我們來看蝦子 你看這蝦子已經有熟了 然後蔬菜也軟化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我覺得 知音這道咖哩料理 大家可以學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很多人咖哩 想要讓根莖類的東西 變軟 然後變化掉的時候 會使得它的 比如說肉已經硬掉 或肉已經沒有肉的鮮味 可是它把它分開來做 第一個 它應該要糊化的東西 有一些是先做的泥 那有一些是燉爛 所以它已經有兩種口感 然後它的主食 它的蝦子 它是最後用蒸的方式 所以它蝦子還保有它的Q脆感 它自己的口感 然後南瓜糊化了糊化 然後該是有口感的 也還是要有口感 而且它一直跟自己過不去 它就是要挑戰我的極限 就是網工菜這件事情 我已經講過幾次了 結果網工菜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那它嘗試用 我吃的沒有 沒有 很好吃 太難討好 還是有味道 因為我剛剛有特地把它挑出來吃 可是我說了一句話 特地把它挑出來吃的話 你會發現黃工菜有黃工菜的味道 可是如果你把它混在咖哩裡面吃 它其實味道真的會不見 而且它這個時候只提供一個東西 所以黃工菜最後用蒸 它有一種脆口感 很妙 滑脆的感覺 所以又讓你的咖哩又多一種 因為很多人覺得咖哩就是爛爛糊糊糊 它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口感 所以不要像我一樣 故意把它挑出來吃 你把它混在中間吃就沒事了 可是我為什麼要故意跳出來吃 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是因為你知道嗎 像蝦子這類的東西 如果你在外面吃 你呼籃吞吞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它新不新鮮 因為之前有個女生 她就是去外面 她三幾歲 過去就有吃蝦子過敏的病濕 可是她出去外面想說也還好 如果人家做的這種口味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會新鮮 然後一吃下去五分鐘之內 醫生形容 她從一開始是流鼻水 然後舌頭腫 眼皮腫 整個喉嚨腫 到後來她是整個呼吸 一分鐘超過30次 然後心跳到了136 血壓制低誤都量不到 醫生說那是差點死掉 因為它引發叫做 幾乎是過敏性休克的反應 就是我一般人都想說 食物過敏哪有什麼 食物過敏一般可能是皮膚燒癢 然後眼皮腫腫的 可是到 如果這種急性休克 五分鐘之內這一種 它甚至最後可能 因為它的呼吸到腫起來 連呼吸都沒有辦法 所以大家特別小心 為什麼蝦子得分開來吃 尤其在外面 有時候不新鮮 它用重口味調過去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一吃下去就不會 所以小心為了 自己在家裡做 在外面的話全的味道清淡 或者你把它挑開來 獨自吃到味道 除了剛剛的這個農民力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網路 也傳很大的 問一下素晴 這個謠言叫做 蘿蔔跟水果一起吃 會有甲狀腺腫瘤 腫瘤 是 這個謠言有多種模式出現 今天一次講清楚 大家不要再問 就是前面的蘿蔔 可以替換成其他 包括洋蔥 包括成花椰菜 所有十字花科 它都可能出現在 這個謠腿裡面 後面的水果出現過 我看過是什麼 蘋果的也有 然後什麼柳橙的也有 什麼都有 那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說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 不論是蘿蔔 或者是說 之前的說什麼洋蔥 什麼之類的 它們裡面你知道 這些它是十字花科 它有所謂的寒流化合物 就是易流氫酸鹽 那易流氫酸鹽 它講的會很有道理 因為易流氫酸鹽 對我們的甲狀腺會有影響 是什麼影響呢 它在血液中的濃度高的時候 它會去競爭我們 我們甲狀腺需要點對不對 它會去競爭點的吸收位置 所以可能會間接影響 造成甲狀腫 沒有流那個字 賣傻 這個謠言令人生 借的地方字也還多加一個字 腫瘤 它就說 因為你去把它抑制掉之後 它就引發甲狀腫大 然後呢 它就說那水果的作用在哪裡 因為水果這些東西 它包括什麼蘋果什麼 它到你的肚子裡面去 它裡面含有類黃瞳的這些水果 被抑菌分解之後 它會產生所謂的阿胃酸 那阿胃酸會促持的 你的易流氫酸鹽影響更大 所以它們的交互作用之後 使你更容易影響它點的吸收 所以它就這樣講 聽起來很有道理 可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 你不是餐餐大量這麼吃 因為我剛才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血中的易流氫酸鹽濃度 要到達某個標準才可能去抑制 一般人正常吃 根本就沒有機會達到那個濃度 所以不用害怕 所以不用怕 所以大家這個蘿蔔或者花椰菜 可以安心的跟水果配著吃 那今天蔡師傅就要分享一個 健康好料理 就要把蘿蔔跟蘋果配在一塊 是的 我們現在把它水燒開 那一一的也按照這個順序 那個比較不好煮的先把它下來 好的 玉米一段一段的把它放下來 好 那這個牛磅 牛磅 泡一點水喔 比較不會氧化 牛磅把它放下來 再來洋蔥 增加它的甜味的放進來 你現在放到鍋內的食材 都會越煮越甜 再來 因為這些有些比較冷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加的薑 所以有的可能這兩樣 比較冷一點加在一起可能不適合 但是我們加了薑 加點蒜 好 增加風味要增加它的溫的性質 再來一點地瓜 這黃肉地瓜 剛剛泡水也是因為讓它比較不要氧化 是 地瓜加進來了 那我們這個木耳也下來 木耳一起下來 是 是 那像今天這個蘋果 也泡一點水讓它比較不氧化 但是它久了還是會氧化 好 不要急 久了還是會氧化 真的真的 那我們沒有加那些化學藥劑 當然還是會啦 這屬於天然的 好 屬於自然現下 再來蘿蔔 蘿蔔因為煮的時間需要久一點 所以我剛剛有稍微蒸一下 好 把這個也放進來 好 蘋果也放進來 是 是 是 它剩下的這些 我們現在一堆蘇果 是 那剩下的這些 比較容易熟的待會再放好不好 像這個菇容易熟 花椰菜容易熟 好 這些 這樣是不是很棒 就放下去 這一鍋真的超讚的 好 那二廚稍微幫他整一下 我們現在就煮這一鍋湯對不對 是 那煮的時候 這一鍋我要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案例 好 有案例 我問你案例 你告訴我 好 這一鍋為什麼我今天會來這邊 一定要煮 因為我在奇異高中上班 然後我們那個 我最近是愛慶半泉全國第一名 然後我們那個 王妹子 媽咪我們的老闆娘 她教我煮這一道 那為什麼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她今年的年紀事實上有六十幾了 但是吃了這一鍋以後 看起來像四十幾 所以這是回春湯 所以我們不一定說吃了這一鍋 會當成董事長的夫人 但是我們吃了這一鍋以後 絕對會年輕 好 因為它裡面很多的膳食纖維 它幫助排便 而且這些 你看 沒有添加任何的調味料 只有一個鹽巴 沒有過度調味 對 而且這個湯你待會喝了以後 你會真的在感動 好 原汁原味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奇異高中第二位 第一個是給我們 老菜博的美惠老師 現在就是用這個回春的 王妹子 媽咪 媽咪 我們老闆娘 好 老闆娘 來 好 我們這一鍋好香 常常過 哇 香噴噴的 對 我們接著再把松阪肉 豬肉把它放進來 好 放下去 我們最後再加 不要一開始就放 一開始就放 時間會過長 再來把這個菇 好 把花椰菜綠綠的 擺進來 再來把我們這個紅黃椒擺進來 OK 這樣稍微再續煮個 差不多兩分鐘 兩分鐘 好 那我們煮他同時 請教一下洪醫師 甲狀腺的囊腫大多是良性的 而且好像相對上 女生的患者比較多對不對 對 我們看什麼 甲狀腺在哪裡 你把 尤其是男生有喉結 你把它打開 抬高來看 這裡就是有一個甲狀軟骨 上面停著一隻小蝴蝶 那就是你的甲狀腺 那甲狀腺在我們身體裡面 管理我們的那個叫做 基礎代謝率 所以有時候我在看電視 就看這個女明星 好像甲狀腺腫大 為什麼在你脖子一抬高 你就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突出來的 我想有一隻小蝴蝶 在這邊特別腫脹 那個就是 那我們在想兩件事情 一個叫甲狀腺腫大 一個叫甲狀腺抗進 我們腫大就是說 你的甲狀腺莫名其妙的變大 它有分一些瀰漫性的變大 腫大還有一個叫結結性的 那結結性裡面有 大部分都是一個良性的腺瘤 還有我們講囊腫 這都是良性的 但是還纏著一個叫做甲狀腺癌 這個就是惡性 但是這個是指說它的那個腫大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腫脹 但是它裡面分泌出來的 那個甲狀腺素有可能是抗進 有可能是正常 有可能是低下 所以必須去測 我舉一個案例 它表現出來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女孩子 她來的時候 她是主宿 她冬天的時候 她就奇怪 她覺得最近手很容易抖 而且她吃很多東西 她一點都不怕冷 冬天她可以穿得很少 然後那個體重還降低 她食慾是增加的 然後她全身都覺得熱熱的 然後她就覺得 我一看就知道 叫她把手伸出來 她手就會抖 那會抖 會抖之外 她心跳一兩 100多 那血壓也比較快 那這條基礎代謝 當然很多女生會覺得好棒 我現在吃很多 這樣都吃不胖都不會講胖 這個基礎代這類似 你心跳處在一個小跑步的狀態 長期的甲狀腺抗進 你不去理它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心臟衰竭 甚至有一些比較嚴重的那種 甲狀腺風暴 會突然一個血壓跟那個體溫飆高 這個還是會有一個死亡的風險 那當然一驗就知道 她的甲狀腺素過高 那甲狀腺素過高 你要去再去掃一下超音波 因為怕裡面藏有 我剛剛講那個甲狀腺癌 所以先把她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甲狀腺腫大 那完之後當然就要問她 其實問了半天 事實上她就是那一陣子 正在跟她的先生吵架 打離婚官司 那這種其實有時候 我們也碰過 壓力太打力 比如來自婆婆婆媳之間那種 結婚處在 她是一個慢性長期的壓力 最容易造成這種夾腺腺抗菌 那同一時間 我們蔡師傅的這一個回春兩身湯 好像也好了 不只回春而已 真的很多好處講不完 各位觀眾朋友 回去大家看看 漂亮 五顏六色 師傅 你這個湯顏色好漂亮 你真的喝了以後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對 漂亮 還有放一點點鹽巴 那你麻煩幫我加點橄欖油來 因為這個湯沒什麼油脂 最後加一點點的鹽巴 跟一點點好的橄欖油就好了 是 那整鍋這樣美美的五顏六色 你第一個看到這一鍋 你的心情就會好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第一點的油OK 好 謝謝 這一鍋你真的要吃 它真的很猛 就是 你剛剛覺得料理手法很簡單 對 湯頭好甜 湯頭又鮮又甜 然後每一道菜 它裡面的什麼牛棒也好甜 然後花椰菜很爽脆 然後那個我此生最後悔 是沒有撈到地瓜 因為後來發現它是蘋果 但是整個白蘿蔔也好軟 然後好好吃 每一個食材都維持它本來的味道 可是我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萬利師傅 很會選材還是怎麼樣 真的很好吃 你難以想可以回家試做看看 你就知道沒有騙你 真的超好吃 那水果雖然相對也算是 這一個健康的好食材 可是食用的時候 也要稍微注意 沒錯 對 尤其是台灣的水果 真的是什麼都是甜蚊蚊 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愛上台灣的那個鳳梨 真的是甜蚊蚊鳳梨 對 連那個同事都 在台灣現在要買到酸的鳳梨 不太容易 很不容易 對 然後我都會帶上班偷吃 然後護理師都會罵我 因為上班是不能吃鳳梨 對 幹嘛急診室怕翁來 太旺了 太旺了 對 所以我都偷偷吃 但是真的是太甜了 太好吃了 可是就是要注意呢 尤其像糖尿病的患者 有一個糖尿病患者 他覺得說 好吧 那我不能吃澱粉 我不能吃糖 我不能吃甜品 那我吃水果 然後我就非常好 結果呢 他這個夏天 哇 夏天水有更甜 結果那個夏天他吃了一堆的鳳梨啊 然後荔枝啊 龍眼啊 這種都是非常甜的東西 結果有一陣子他就是 因為我們夏天都會流汗嘛 他傍晚的時候他就會流汗 流一下他就發熱 然後就開始發冷 流汗發熱發冷 其實這個就是敗血症 其實你身上有很嚴重的感染 他並沒有發燒 他來到檢診室 是因為他覺得他全身都無力 結果我們幫他抽血 哇 白血球破瓢了兩萬多這樣 然後小病人驗出來是濃尿 再去敲他的腰其實有點酸 結果做了曹音波發現 他有一顆腎臟化膿了 所以我們還要緊急幫他 插個那個管子 把那個裡面的濃跟尿水 把它引流出來 他是很嚴重的腎於腎炎 然後敗血症這樣子 對 所以糖尿病患者 在選擇水果的方面還是要小心 真的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丁明 今天已經是網路爆炸的時代 那如何我們去篩選說一些 正確的一些 我們講說飲食的一些資訊 那我們講說2016年 曾經他們講十大網路飲食的謠言 其實都來自一些著名網站 什麼叫著名網站 就是說你如果一進去那個網站 它上面說本網站僅提供平台 對於文章的內容真實性 什麼不負責任等等 這一個其實大部分 這個就不要去信他 第二個如果說你真的是 你朋友傳給你的一些文章 一些健康文章 你要去請教一些專家 或說其實食藥署 有一些食藥的闢謠的網站 你可以上去看 或說我們一個食安專線 叫1919 這個你也可以去打電話 去問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第三個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對於一些來務不明的文章 讓你不要成為幫兇幫他傳出去 但很多時候你知道 在不知不覺當中會違反一些 包括刑法的一些恐嚇公眾罪 這些都會發生 所以大家謹記這三點 好 謝謝洪醫師的叮鈴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 跟做法也都會PO在年代 罵取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螢幕左下角 也有我們的節目的LINE的 官方的這一個QR Code的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